另外呢 国民党外召集国防委员会的 赵伟马文君 这回是酒团 说在这个月的16号 要登上太平岛 目前呢 蓝牌立委一共有20个人报名 但是呢 蓝营的军系立委陈永康 这回却是没有参加 那么绿营的立委就认为了 这个时候登岛 其实是给添乱子 因为很有可能会释放 所有的错误讯息 让台湾成为麻烦的制造者 对此呢 这个蓝营立委就表示了 登岛主要是宣誓主权 那事实上呢 陈永康本人他就表示了 登岛那一天 正好碰上的是蓝营中央党部 要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法 所以没有办法参加 我们不会建议总统去太平岛 还是会坚持要自己去就对了 然后我们会排 赛总统不去 赛野立委要自己去 国民党外交及国防委员会 召为马文君纠团 十六号要登上太平岛 蓝白立委二十人报名 但蓝营唯一的军席立委 陈永康却没有要加一 为中国驻卫风 为自己的政府添乱子 让台湾成为麻烦的制造者 所幸国民党内还是有有良知之事 我们就不能宣誓我们的主权了吗 我们都是为所当为 说要捍卫中华民国主权 原来全是打假球 陈永康是海军脱衣上将 也曾经担任国防部军政副部长 和海军司令等重要军职 这回没报名登太平岛 似乎让蓝营有些尴尬 陈永康赶紧书面回应灭火 说军职期间就多次前往视察防务 卸任后也曾经到荷兰海牙 了解国际仲裁实际运作 登岛那一周 正好党中央要发表 国家安全政略法 因此不刻参加 但强调绝对支持党团立场 将持续关注 并要求政府维护国家主权 不过中国和菲律宾 在南海冲突不断 绿营就怕这时候 国会议员登太平岛 台湾一不小心就被卷禁风波 而国军四号又在台湾周边 征获共军五艘次军舰 和七架次军机 其中一架无人机越过海峡中线 闯进我国西南方空域 距离俄伦比最近大约53海里 随着蓝白立委登太平岛 也引发绿营立委担忧 敏感情势再升温 华视新闻已经关了 黄昭盛 SNS小组 台北报导